倒數九天要投票了 但是除了廝殺激烈的天王級的候選人 天天有版面 有記者會 有新聞稿 有大篇幅的文宣廣告 是街坛相依避不開的主角之外 還有很多 同樣是候選人 卻可能只見於選舉公報上默默的參選 也可能默默的落選 今天我們編輯台時間 我們就來談一位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 他背後的故事 以及和他一樣 沒有美光燈 在選戰中仿佛消失的候選人 現場邀請到的是聯合晚報政治新聞組召集人李光儀 光儀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請問光儀 今天你就是到現場去 找到了這位趙衍慶 趙卑卑 訪問到了他 我請問一下 很多人都對他不太了解 有很多的想法 而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剛開始 大家把趙衍慶 趙卑卑太有點太神話 就是說寫那個文章 我覺得是有一點神話過頭 其實我覺得跟他接觸 他跟我們一般接觸的那種 外神老伯伯 榮明什麼沒有什麼 他耳朵重心非常嚴重 然後他講話一講就講非常的久 開講了 對 他就開講 比如說我問他一個問題 他可能就講了10分鐘 然後10分鐘當中 可能也沒有完全正面回答到我的問題 又要再問一次 可能一個問題要問兩三次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他是很好的 就是他其實觀念 他的邏輯 雖然說我們聽不太懂 但是他非常的堅定 就是說他不會因為說 人家要問他什麼 可能希望得到什麼答案 他就順著人家講什麼 他就講他自己的 我覺得這個很大一部分 可能是因為他並沒有受到 現在我們時下所謂的網路 或是大眾傳播媒體污染的關係 就是說他問的東西 其實他就很直觀的 他去回答 他覺得應該怎麼回答 就怎麼回答 可能很多的回答 就是講了10分鐘之後 又繞回來他原來要講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好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是真正表達他的心聲 這個其實就跟我們去接觸 一般那種老輩輩什麼東西 其實是沒有什麼 像什麼眷村什麼 我們以前做採訪的時候 有些象音 剛剛我們電視裡面也看到 他象音非常非常的重 我覺得可能是 可能10個裡面有5、6個 7、8個記者可能問完之後 有一半的話他是聽不懂的 這種情況可能是 很可能回來要反覆的聽 但是我覺得說 這也顯示說 其實這個人就是一個 什麼叫做真正的素人 這個就是真正的素人 不是說我們真的包裝過 或者是怎麼樣去處理過 當然有人想要包裝他 但他顯然對那個包裝他 不管是怎麼樣的包裝 他並不是領情 或是說他根本無從所知 有怎麼樣的包裝 他還是做他自己 他就是從頭訴到底 對 他就是訴到底 而且我覺得他很開心的 就是他就做他自己 我自己認為 他對於說這幾天 為什麼這麼多人來訪問他 他可能都還不是 很搞得清楚狀況 說為什麼 也許他也不是那麼在乎 為什麼 對 我覺得他不是這麼在乎 很多的傳說對他來講 這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這幾天 還是持續在做他的工作 在資源回收等等 很多記者去找他 還不見找到 而且他沒有手機 門口就貼一張條子 說他外出了 對 就像這樣子 對